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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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历史上首本兵法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兵法大作 其三十六纪也是广为人知 并且在后来的战兵中被多次运用到 全书分为十三篇 内容相识丰富 经过作者孙武好几年时间珍珠润量后动笔 才最终成书 不过这也才是出新而已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 那可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修改完善才得一面式的 图三《虎前经》中国宋代著名兵书 虎前经是中国宋代一部著名兵书 他是北宋吴军人许栋 经历了四年不懈的努力 才与景的远年转成的 该书包含二十卷界二百一十篇 是宋代历朝以来第一部流传甚广的兵书 许栋曾担任过多年的基层推官和参军等职 积累了一定的职军经验 先后参阅了《孙子兵法》和《泰白英英》等兵书作品 后十多年才完成 该书也凝聚了许多毕生的心血 季晓新书是明朝抗窝英雄期 季光在东南沿海平窝战争期间所著 作为宁满天下的抗窝名将 世界光在和窝后多年的作战中 积累了宝贵的练兵和职军经验 季晓新书也是抗窝 名叫《七季光穷经》一生心血和努力所完成 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抗窝兵书 图四季晓新书是明代军事著作 属于七季光在东南沿海平窝战争期间 联兵和职军经验的总结 由此看来 要想完成一本文明于世的兵法书 不仅需要多年的实战经验 还要有充足的时间来保证 它不同于一些诗词书籍 可以救后灵感突发 也可以梦中加剧偶德 自由铺没 信守年来 兵书必须严谨 虽没有华丽的词词 却是必胜心血的结晶 而岳飞却恰恰缺少的是时间 他虽然有实战经验 却没有奇迹光那充裕的后半生时间 岳飞一生熟麻孔总 为了功勤二圣环巢 整日里在将场厮杀 仅39岁被谋害致死 哪里有闲心时间去写冰法著作呢 而且若岳飞真创作了奇书五目遗书 在宋史中等史书中 不可能找不到任何的资料记载 看来五目遗书 应该是金勇老先生为了志情需要 所读书的一本书名罢了 文 杨洪志参考文献 宋史文字 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源作者左右 请不吝点赞 culture 使用转言 rotary学位置 准佳 校团队创作词 词 长